一定依然是一个非常好的 同学们大家好 当我们这门课程讲解完 发现React已经升级到了16.4.1这个版本 那同学们就会问 React升级了这套课的很多内容 会不会没用啊 实际上大家大可不必担心这个问题 React今年已经声明 它不会做特别大的改动 只是在React16的基础上 做一些微调 16.4的版本中呢 废弃掉了一些生命周期函数 比如说ComponentWillUpdate ComponentWillReceiveProps 这样的生命周期函数 那么大家会发现 React为什么会废弃掉这些生命周期函数呢 实际上是因为很多同学在开发之中 不会使用这些函数 在乱使用这些函数 而正常的开发之中呢 大家如果照着我的开发规范进行开发 你会发现ComponentWillReceiveProps 和ComponentWillUpdate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会使用的 那既然不会使用 所以呢 即使它升级了 废弃掉这些方法 对我们实际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当然了 版本升级确实也会出一些新的东西 那大家在掌握了之前 我说的课程之中的内容之后呢 你只需要看一看新的内容的一些博客说明 去跟上新版本推出的一些新内容的一些进度就可以了 一般来说 在16的版本上面 它也不会做特别大的一些改动 所以大家大可不必担心 新的版本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你只要把我的课程之中的内容全部掌握 你一定依然是一个非常好的React开发者 好这节课呢就跟大家说一下版本升级的这个事情 大家加油